怎麼樣好好地來運用 這些聖食 說起來很容易 不過實際操作起來 可就得要有點決心 而且要學一些步驟跟技巧了 好 我們今天在現場 請到的是 藝廚大隊的大隊長 鄭志祐主廚 你好 主廚大家好 主廚要告訴我們的就是 現在桌上有一些 看起來有點NG的這些食材 怎麼樣把它變成 一道又一道豐盛的好菜 另外一位來賓 則是公平貿易協會的民主長 梁慧珍好 當然 慧珍要帶我們就是 如何透過這個食物的設計 我們重新來思考一下 食物跟人之間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徹底執行零浪費 不過我們首先來 請主廚幫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知道主廚您是 新北市藝廚大隊的大隊長 談到新北市 其實一直在推廣的一個觀念 就是西石分享網 怎麼說呢 就是把一些盛食 或者是NG的食材 把它料理成美味 然後分送給一些個人 家庭 或者是獨居老人等等 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麼這個觀念也值得分享 談到觀念分享 其實主廚您本身也在 桃園的方樹商工 還有南亞技術學院 廚藝室來任教 是不是平常在教學生的時候 就已經在傳達這樣的觀念 是的 主持人 其實我們在授課這一端 其實我們會一直教導學生 第一個就是要 切割的時候要節省 包括說你菜品完成好 都不能浪費 是的 這個部分我們是一直 非常的要求 是 我也曾經跟阿基師聊過天 他也是說他常常去檢查 學生的垃圾桶 如果有誰浪費食材的話 扣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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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把這些東西料理成好料 好 那我們今天首先 就要來做一個泰式涼拌海鮮 其實這邊我已經有 先調製好的一個醬汁了 其實它的醬汁的組合很簡單 包括說我們有番茄 有番茄 番茄切小醬 包括辣椒 蒜頭 還有一點鹽巴 包括糖 還有糖 對 不過這個番茄 難道是我們剛剛看起來 掰掰的這個番茄嗎 對 原則上這個就可以 真的嗎 對 我們先來切一下 那其實 可是切成這樣其實就看不出來了 對不對 對 切這樣 然後營養價值眼 因為正常這個醬汁 其實有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用果汁機下去打 再下去煮 然後再用玉米粉 或太白粉勾芡 所以說其實煮好是完全看不出來 那我們現在先來示範切割 好 首先我們把蒂頭的這部分 可能就是 這個是一定要切掉嗎 這個就可能要切掉 真剩 對 旁邊還是留著 我們一般切割的時候 我們從刀子乘45度角 然後下來的時候 食材轉動 這刀工一定要練一下 手的部分小心一點 然後這個原則上都可以用 這個 好 切好之後我們再把它 切成條狀 切成條狀 然後再把它切成丁狀 丁狀 對 就通通都不要浪費掉 對 那原則上 對 它就不會浪費 轉過來 我們再切 像洋蔥的話 其實洋蔥它本身在 損毀比較慢 還是會遇到 像這樣 原則上洋蔥它是 一層一層的 我們只要把外面這一層 剝掉就好了 但是還是要注意 真的腐爛的時候 還是不能食用 因為食材的話 只要是腐爛就不能用 對 如果是有一點受傷 其實原則上都還是可以 所以平常還是要練習一下 怎麼樣來判定 你看像這樣 撕了一層第二層 就快差不多了 那一樣 我們就 稍微把它 拿小刀還是那個 總之我們在處理食材的時候 不要太豪邁對不對 對 不要把整個就把它切掉 丟掉了 這樣它就處理乾淨了 這樣就是漂亮了 對 我們把它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切割了 我們再來把它切成洋蔥絲 那我們從醜的這一邊先切 切絲的時候不用太粗 切細一點 如果洋蔥想多吃一點 你就多切一點 洋蔥很有營養的 對 它是抗氧化 是的 對 緊接著我們來切彩椒 那一樣 其實我們今天所有食材 都是比較 放得太久 或是已經脫水的 像這個 乾乾的 我們就利用這個來做一個 切割 做一個涼拌 切法原則上都一樣 切法原則上都一樣 我們先洗乾淨之後 把地頭先取掉 因為有些時候地頭 它是彎的你不好下刀 下刀的時候一樣 從45度角 下來的時候食材邊轉動 我們刀子邊往前進 這個通通都可以用 前後 對 前後通通都可以用 只要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只要不是爛掉就OK OK 那一樣 我們一樣切這個 小黃瓜一樣好醜 非常醜 但一般不會買 其實這個通通都可以用 你要涼拌也好 還是說 一般的像我們 中式的涼拌小黃瓜 我們今天是把 這一種小黃瓜 拌到我們泰式裡面來 好 我們一般在切的時候 一樣先對切 當然你如果切條狀 我們就切條狀 你看它其實它長得很醜 但是它還是營養 包括口感都不會流失 不會剪掉 如果小黃瓜的時候 有些時候它會過老 瓜狼會比較老 我們再去掉 只要說瓜狼OK 我們就不用去掉 還是把它保持著 好 我們一樣 我們就把它切一下 這樣是一個切法 或是說你要直接把它 切細長一點像這樣 拌起來它就快速入味 配料好了 NG食材就已經好了 我們再來做一個 組裝的動作 我再重複一下 我們這個醬汁 其實原則上 它就是番茄丁 NG的番茄丁 包括辣椒 蒜末 還有一點點鹽 包括這個醋 然後再把它攪拌在一起 就可以了 對 不過剛剛主廚有講 這個蔬果的部分可以NG 不過海鮮因為新鮮度 還是很重要 對 所以是不可以NG的 不可以NG 對 好 我們食材下來之後 我們今天放的是有 帆麗貝 帆麗貝 對 這我最愛吃的 帆麗貝 然後九孔豹 九孔豹 蝦仁 蝦就很簡單的穿燙 對 包括蟹肉棒 對 蟹肉棒 好 那我們就簡易的 把醬料放下去 把醬料拌下來 看起來就非常的喜氣 而且它是快速人完成的一道菜 不用多餘的 多餘的 而且又健康 對 好 來 主廚人你拌來 我要學習一下 好 再放一點香菜 對 然後這樣子就是一道非常可口的 對 拌均勻就可以 就把它拌均勻就可以了 對 其實它我們一般在拌就這樣 把它底下掏往上放起來 是 它這樣就會快速均勻 好 OK 你看它這樣就非常豐富 OK 真的是太棒了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年級的時候吃這個 真的是很清爽 很開胃 好 我們再來就做 飯後對不對 或者飯前 其實很多人都說這個水果 應該要飯前吃對不對 對 飯前來一個水果沙拉 應該挺不錯的 好 我們一樣利用這些NG的一個食材 來做一個切割 好 首先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 利用我們的這些水果 比較醜的水果來做一個 優格水果沙拉 你要當水果吃 要當沙拉吃 其實它都可以 好 我們今天食材有 香蕉 是 還有香梨 包括 檸檬 對 檸檬 還有蘋果 是 來看這個香蕉 外觀雖然都黑黑的 可是其實你看裡頭 其實還不錯 對 還可以 因為香蕉其實它很容易黑掉 表皮很容易黑掉 像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它切塊 好 切塊之後 我們這個香梨 香梨我們剛才有講過 它其實它皮很薄 容易 所以可能稍微壓一下 它就會扣胸 我們把這個扣胸的把它處理掉 小心的處理掉 對 一樣把它切塊 它中間有核的部分 我們散過核 核還是要丟棄的 對 因為它口感會比較不好 而且會澀澀的 好 再來我們就切個蘋果 像這個蘋果都扣胸了 假如說 一般的話 這是直接去皮的 還有包刀也可以 好 再來就是 利用我們的NG的番茄 小番茄 這個番茄其實 我們還是要再重複一下 其實它沒有爛掉 它只是受風傷 那我們一樣 把它洗乾淨之後 把它 一樣拌進去 假如說你真的很討厭說 討厭它看到這樣 那我們就把它修一點掉 這樣它就看不到了 是 好 包括這個 一點點我們就把它修掉 然後對接 對 切 好 每一顆都簡單的處理一下 對 簡單處理一下 好 放進來 好 這樣就可以開始拌優格了 對 我們今天調的很簡單 假如說 你想酸一點 我們可以再擠一點檸檬汁下去 今天我們大家知道就好 我以最簡單的 我是用蜂蜜下去拌優格 是 優格它本身也營養 包括蜂蜜也都是 所以可以把蜂蜜加一些進去 增加口感 對 一般的話你要先 蜂蜜淋上去再拌也可以 或是蜂蜜直接跟優格拌一起也可以 蜂蜜的量以否 其實看個人 有的人喜歡甜一點 那你可能就 蜂蜜可以多拌一點 沒錯 一樣我們把它 把優格跟蜂蜜把它拌開 然後再淋下來 它很快速的就能完成了 蜂蜜優格水果沙拉 對 看起來真的很不錯 好 謝謝主廚的示範 接下來我們要來請教的是 公平貿易協會的秘書長 詹蜜珍 詹秘書長 不過我們知道蜜珍 你雖然是公平貿易協會的秘書長 不過我們今天不要談公平貿易 雖然公平貿易也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一個概念 不過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食物的設計 對 講到食物設計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改變 食物跟人之間的關係 要認真來對待這件事情 透過食物設計 其實可以做到真正的零浪費 對不對 而且蜜珍 我知道你特別還專程跑去法國 去學食物設計 參加一個食物設計工作坊 講到去法國 很多人會說 那就是去學廚藝 譬如說藍帶學校之類的 聽起來非常的厲害 不過你並不是真的去學 所謂的廚藝 而是去學一個觀念 對嗎 是 沒錯 我是在2012年我到法國去 我去參加一個叫做 食物設計的工作坊 我當時聽到 食物設計工作坊的時候 我眼睛為之一亮 因為我想說 食物這兩個字 是我本身就很有熱情的 也很關注的議題 設計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一直相信 設計可以改變世界 所以我發現原來有一群 國外有一群設計師 他們是在用食物為媒介 來去傳達 我們需要去了解或關注的社會議題 尤其是在食物這一塊 所以我那時候就跑到工作坊去 在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個老師 他其實是荷蘭的第一位 食物設計師 他其實帶於我們參與了一個 食物零浪費的一個工作坊 這個食物零浪費 我在現場參與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還滿驚訝的 這是什麼 裝置藝術嗎 對 它其實是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每一個一個一個 都是我們很熟悉 很耳熟能詳的吐司麵包 吐司 我們其實在現場 真的是看了之後 你會覺得很驚訝 因為你以為 你想像的可能就是丟掉幾條幾條 可是你到現場發現是 一大欄一大欄的 然後跌得高高的 對 我們把那些吐司麵包收集回來 其實他們都還是可以吃 其實他們就是所謂的集齊品 對 或者是說可能是過了賞味期 但是它其實都沒有壞掉 對 我們就把這些麵包 收集回來之後 我們辦了一個餐會 這個餐會的主題就是食物浪費 我們把這些麵包拼成一個大餐桌 然後大餐桌上面 我們同時把大賣場裡面的 所謂的一些像可能因為核凹 或者是說因為它的罐頭 可能因為有被壓到 不能再加上販售的東西 這些也是要被丟掉的食物 我們也是把它收集回來 把它收集回來就是 裡面的這些食品 我們請廚師 就像鄭廚師這樣的 這樣的廚師幫我們做一個餐會 就是外匯的一個料理 然後盛請所有我們的來賓 或者是說與會的貴賓 來參加我們這個食物裡浪費 我們剛剛提到的吐司麵包 對 像很多人把這個吐司邊 切下來之後 就直接丟到垃圾桶裡頭 但殊不知 其實這個吐司麵包的邊邊 是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有哪些變化要怎麼做 馬上回來我們繼續來關注